那同样的这个材料要进入大家被大量的被使用 其实有大概有四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第一个很不幸的第一件事情叫做要够便宜 那如果不是够便宜的话也要相对的便宜有竞争力 那第二个就是技术的本位其实要达到一个可以被接受的状态 也就是说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要被重新的处理跟发明 尤其是在细部的部分 例如说压力跟拉力的构材当中的joint 那这个部分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第三当然就是心理上面我们愿意接受这个材料 不管是美学的部分还是真正对于我们空间的计划的部分 我想刚够了一个大量的被采用在19世纪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需要巨大的空间 那巨大的空间包含火车的这个火车进来的这个车站呢 然后甚至往后有所谓的轮船呢 再往后一点所飞机的hangers 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就是需要有一些新的空间计划 其实我刚刚听到几位老师在讲的时候 我知道这个甘明元老师曾经到这个中南美 瓜里马拉 对到瓜里马拉 应该是国和会 对应该是带着国和会的这样的资源 然后去希望能够帮助他们 那我的意思是说 你知道跟外交部合作 国和会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能够把我们东西给带出去 让这样子的空间的计划跟需要它产生 那我想这是第一个 然后刚刚西达老师有提到 冠牌老师有提到 希望带到全世界移动这件事情 大家知道现在我们有大量的短暂的这种展览的这些内容 然后甚至这些展览内容 这个时间其实都不会很长 那当这些材料使用 然后到最后 我曾经问过那些在做地景艺术节 做完以后问他们说 你们这些东西或花博 你们这些东西最后到哪里去 他们说能够送了就送 没有送了我们就丢掉这样烧掉 其实那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一个状态 台湾有那么大量的在重复 从小的村落一直到城镇 然后到巨大的城市 都在办各种不同的活动 那甚至商业机构也不断在办这样子的活动 如果这个需求是有的话 那它自然能够推动某一种材料 或是某种构筑系统的被使用 那这本书的这个出版的时候 我有幸受到他们的邀请 写了一篇序文 所以我在这序文里面 第二段里面我有提到 我们来想象竹子这个建材 其实跟 当时我在怎么想就跟 跟未来没什么关系 你这么任何事情 它其实有机会是因为未来 如果相反的来讲 如果跟未来没有关系 它表示我们有创造一个新的对于未来的语会的时候 你说现代 然后再现代 大家可能最近听过一个字眼叫做 越地方就越国际 也就是说 当大家普遍化都在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把一件事情变成一个新的现代的语言的时候 那它可能就会成是一种新的 一种被接受的一种机会 所以 这个部分其实 有赖大家一起努力 也就是说要创造一个相对一个机会 那 我 其实有几个问题 那因为我们那个局长 本来有那个想要问的一个局长 或是我们这个林务局的 不过我在这个地方先提几个想法 啊局长 对对对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竹的这个部分 就是说刚刚你有提到 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竹林 那这些竹林因为它的价钱过高 所以它没有办法形成一个支援 可以变成一个产业链的这个一部分 它可能变成 比如说我们的 可以变成那个地板 对 然后可以加工成工艺品 然后甚至可以做艺术品 油温副做很多 那刚刚我讲到他们家以前就是做竹子的 那可是要做一个竹材变成建筑的这个部分 如果法规 我那天碰到高文廷 他跟我讲说已经在处理了 然后他就看着我又说 哦竹子 木头还没处理完 竹子又丢到他身上 他觉得头有点痛这样子 那不完整个 如果有一天 我们的确往前跨了一步 可是后面的资源体系要进来 不要到最后 如果我们真的要盖竹子房子 只要从国外进口竹子进来 那我们在这个部分 产业的这个支持 或是跟业者当中的这些联系 是不是有一个机会 未来 期待它那个 已经可以连接起来 那我们这个官方的这个部分 是不是也有这些准备 我不知道那个 正好局长在这个地方 可以询问一下 我不要这样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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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谢谢 我们确实是在做这个准备 而且准备了好几年 我刚刚讲 我前面讲的三个案例 只是在举说 为什么我们空有这么多资源 可是并没有看到非常多的 不要说足够啦 足家具也都不多 好 那事实上工艺的能力 设计的这个 这个都有 那先不去讲说建筑法 事实上建筑法规 还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光是在前面 最主要的料源 不是说我们太贵 是人家太便宜 好 那所以 我们现在在这几年做的事情 就是希望去扩大那个生产规模 好 所以才会说去集结这些玲珑 反正每个人 一两甲的这个竹林 把它凑起来 凑到两三百公顷以上 那要去法采的时候 就是比较大面积的 这个相对是可以降低成分 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我们现在 竹的这个采法 都还是在用最传统的人工 所以你看 一甲竹林 然后这样看看看看 最后全部都是工资 然后那个领主 就是一万块钱 所以如果可以去用机械采收 那相对程度它会降低 这个很大的这个成分 但是机械采收它那 那你会遇到一些问题 比如说台湾的主民大部分都在 这个山坡地山区 那它的这个机动性 怎么样在经过安全的情况之下 这个就要去针对我们台湾的这个地形去研究 那所以也花了大概两年的时间 现在大概差不多已经有一个 相对比较理想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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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材的这个机具出来 那所以我刚刚讲基本上现在实际是相对成熟 所以在搭配我们把这个原料的这个成本 如果降到跟进口的加差大概差到 我刚讲其实厂商他们大概可以接收到五六倍左右的价差 五六倍五六倍左右的价差 厂商是 厂商是愿意愿意的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相信它可以有更多的应用性 那当然可能一开始透过政府的公共工程 所以比如说林务局我们自己这几年就 不管是在森林游乐区或者有些建筑 我们就增加国产木材的这个应用 当然可能主要的这个构建它还不建的可以 但是在这个很多板厂就用这个这个台湾的木材 所以我刚刚讲这个竹子的这个风影 也到了一定的这个量之后 我们也会开始来增加那个竹材的应用 很多在建筑上或者是在室内装修上面 我们就会来采购 那刚好这个时候张政委也进来 他已经讲了他会协调 比如说像国家公园或风景区管理处 很多这些户外的有机设施 他也可以来要求说这些相关的部位每年 他也都要采购一定的量 那等到通过公共工程去拉动 让这些原料它有一个稳定的量 让这些生产加工的厂商 他也都一定有一定的量成之后 那再透过我们的这个推广 然后建筑师这些专业工作者去 这个也能够共同我们去推广 我相信应该是可以就慢慢的 台湾的可以 不会只是也巴巴的看出这个词源 但是确实这样子浪费 好 谢谢 这个大家都知道最近到各个地方去看展览 就说越南国家象征 这个五中央做出来全世界变成国家象征 这个其实我刚刚讲的就是 the renewal of the language 就是让那个现代话可以出现 那我提一个建议 说不定这个我们林务局这地方可以想一下 就是我曾经碰过那个小草 就黄千词 他不是在做那个回收材吗 然后他说那个做回收材 然后我们就问他 他说你去大力推广 他说不行 他说如果我大力推广这件事情 就没有人要用 我说那你怎么去处理它 他说我到米兰去设一个非常特别 然后用我的回收材去做那个材料家具 然后找全世界最棒的设计师 这边当然都有 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公共部门 其实愿意在各个地方 包括旅馆等等 其实可以去鼓励这样子的话 那大家就说超好的 我也要来试试看 那他其实就是要让那个喜 其实拉到一种想要 而不是说我来试试看 如果他真的想要的时候 那当然就没有问题 那我觉得官方里面是可以做这样的角色 对 好那不知道局长是不是对 这个建议可以要回应吗还是 我觉得非常好 其实我觉得政府透过一些公共工程 在一些公共的场域 等于他是一个示范 那尤其是这些 不管是木构或竹构 他透过一些建筑的名甲 好像其实我们刚前面看了一些影片 都会想 都会很压抑说 原来竹子现在可以做到这样子的那个 境界 所以 他会让 让这个 很多的民众 或是潜在的使用者 消费者 他不用再去摸索 他其实就看到你的具象 可以让你知道说 这样的东西 我也许可以在我们家的庭院 甚至在我们家的室内装潢上面 我就可以去采用 所以 其实台湾这些工艺水 工艺的能力 加工的 其实都有 就像我刚刚讲 我刚刚讲的去拜访云林的那个 那个 竹地板厂商 他卖到 他卖到 他卖到中东的这个 这个竹地板 价格都是非常贵的 是高档 是非常高档 但是他用冰盆料 就是从中国到中国进来 是非常便宜的 那当然这中间最大利润 中间最大的利润就是 当然就是他的读好 他的生产的读好 你发的是什么 哈哈哈 OK 所以 所以其实我们台湾包含设计 加工制造 甚至产品的创新 还有原料 其实 这些加工厂商也都知道 台湾的竹子是 相对它的 它的材质的特性是比进口的好 其实这个他们都非常清楚 那 所以 我相信这些优势有没有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我刚刚讲的 降低成本 好 然后 让产量 不见得是马上拉到非常高 但是至少稳定 或者让它断料 让它形成一个稳定的供应 所以 我们觉得 一开始透过政府的公共工程 作为一个示范 典范 我觉得这是相当可行的 所以非常赞同 初老师的建议 好 那接下来这个 我几个题目 可能就针对我们这个 刚刚就发表人 可能两位老师 两位建筑师 对 非常努力在这一块 那第一个问题 就是跟 我们其实非常焦虑的 就是那个技术的 我现在是多成熟 对 那我记得我在 听您在这个高雄工会的时候 有非常多的建筑师 像全都建筑师 然后就问了很多问题 然后为什么不能放在 那个海水里面 然后他问了 有些其实还蛮好笑的 但不管怎样 表示他们不懂 也表示有焦虑 那一方面 当然我们今天有了这个资料 我们可以提供 可是您在发展了那么久 您也深觉得 我们已经达到了 这个技术的成熟度 可以推广 包含后面的这一个资源的这些工艺 know how的工艺 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状态 这两个问题 可能可以请教老师 那对于另外三位老师 提另外 一方面第一件事情 是在 两位老师是在学校教书的 那一位是插花了 兼任 对 其实都很重要 就是在教育的部分 如何去协助 对我们在教育这一块 能够再往前走一点 那当然 那教育的部分是 当然一部分是 一部分是 因为有其目的 比如说 URS的这个系统 那第二呢 其实是有理想 比如说三老师 对于这个地域主义 这一块地域建筑 是很热情的 那这个就跟地域风貌 也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 所以对于一个教育者来讲 我想期待的是 可能在播化未来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一个想象 那对于灌返来讲的话 结构祭司 其实非常厉害的就是 现在全台湾会得奖的都在他手上 就是协助建筑师 建筑师 其实最厉害的就是 既是建筑师 又是结构祭司 可是我们现在在台湾 这两块是分开的 那个知识的know how 其实也不太一样 然后我曾经碰过一个很棒的建筑师 他说他找了一个很棒的祭司 我说他多棒 他告诉我只要房子不会倒 然后他就告诉我 越来越粗的这个柱子 可是我就很不喜欢 然后我找了非常厉害的结构祭司 帮我计算了 能够把那个断面弄得很短 可是我就很焦虑 还是用那个很厚厚 那其实结构祭司是完成梦想 也就是在系统部分 这个部分 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看法 就是因为您最了解它的物理性 以及它的潜力 那这个部分从设计的部分 那当然这个徐老师也是同样的 可以来询问这部分 就是您也实验 尤其在这些地景艺术界这一块 其实内感也做得非常amazing 所以其实这几个问题 可以请各位老师回忆一下 那要不要从律师 我刚刚建筑师这边开始 是 是 那 其实大家对阻止的疑虑 包括耐久性跟这个结构性的部分 从来都没有中断过 这个事情也从来没有中断过 那 我也一直告诉自己说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这两个议题其实是 一直都是相对的 就是 其实我们刚开始做农坡的设计的时候 对阻止的那个耐久的部分 其实是一字半解 都还在没说 等到做完以后 大概再过了两三年 才知道说 慢慢 从一个建筑专业者的角色 慢慢去想要去理解这个材料 那它为什么会裂掉 那边缘是什么 那为什么会被重铸 那为什么那个 那个足迟的 那个质量变化那么大 就是它那个 从寒水率高到低的时候 那质量变化非常大 你如果没处理的话 它就是不一定的材料 所以 慢慢地对材料可以选择的部分 透过跟很多专家的讨论 就一步一步 就了解说 哦 就是 原来这个 这里面 含水率跟糖分这两件事情 是最关键的 两个因素 然后呢 那个 含水率 又比糖分的控制更关键 所以 才在那个 这个 后来两三年里面 跟寺所的专家 研究员 这样合作 才慢慢知道说 原来是要把 这个 要得到一个稳定的材料 不会被重铸 不会被 不会任意开裂 然后 那个 又坚固 这材料 其实是要透过 一个适当的处理 那前提前面 还是要有好的竹林管理 那不然那整个 其实我 我跟 大概 刚才 讲到成本的问题 我实际 依我这个采购的经验 更大分享 我们在山上 我去竹山山上买竹子 那个 地主 可以得到的 那个报酬 是一根竹子25块钱 那 可是当这个 采购的功能把它砍下来 从山上把它搬到路边而已 是路边而已 还不是到山下 那路边的时候 这根竹子已经变了250块 OK 然后再从山上 把它摘下来 然后把它 这个 沙清 然后洗过 这个竹子已经变成400 500块 然后再经过 高温干燥 高温干燥 就是 如果竹子的品质 够稳定的话 那量率提高 那当然成本会降一点 不过再怎么降也是 处理完以后 大概一直 竹子要变800块 所以 其实倒门成本都发生在后面的这些加工 和采拔跟加工的部分 其实在最开始这个地图的部分 真的报酬太低了 太低的一个原因 的后果就是说 竹子才的品质 不太稳定 我们 从山上采下来的竹子 那个送到窑里面一处理 那个费用那么高 结果一出来可能 凉率拉不高很多都暴力 那因为它采到 不够成熟的纤维的竹子 可能是两年生或三年生 没有很严谨的管理 那就把它采下来 所以就变成了 我们成本都会拉高 所以从源头开始 竹林管理 然后 那个 适当的工具的采拔 然后处理 如果有 都顺畅的话 我相信这个竹材的成本 一定是会 逐步把它降低的 那 竹材的成本里面 又占整个成本 其实也没有很高 就是工资还是比较高 对 不过我相信 我是宁愿工资高一点 没关系 因为 我们现在 都会 不像以前这个时代 我们会用泥巴钢架 会用小料 然后会很勤勉的去 折出这种断面 然后 用很少的材料 得到最大的效益 那个 那个工资跟材料的比 工资的 工输比率是很高的 可是那个材料费 因为材料以前材料贵嘛 现在材料费 现在材料费 现在大部分的钢构设计 以钢构设计来讲 都是倾向于用这些大断面 一次就结束了 因为现在的钢架比 控制水还费 那 大家喜欢用很粗壮的材料 然后很少的工资 就把它结束掉 那 可是这个后面的代价就是 会去思考 这个代价就是说 我们这些钢的都要进口 然后都要练钢 排放快感化它那么多 好 那我们又没有太多 又相对又减少了工作的机会 所以我是宁愿 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个材料 工资 工资的比例 如果是一个比较 需要花费工艺的过程的话 工资比例高一点 让 有更多工作机会 那这个应该不是坏事吧 对 那 这个 我相信在那个技术的部分 是一步一步都有在进步 那我觉得 我们目前已经 已经有正式性建造的几个案子里面 都可以证明 它有相对的这个稳定性 跟耐久的权力 因为我们毕竟还没有经过 那么整个时间 的那个真实的那个验证 过去的这个民宅用组织的 的那个案例里面 都可以看到 超过上百 我想我们现在够过现在的处理技术 应该 性能上面不会差太多 对 那 不过这个 因为要用到一个自然材料的话 它很多方方面都要考虑 不是只有材料好就可以 就是 还要设计上它配合 比如说要生粗盐 然后接地要怎么接地 种种的因素 都是在一个设计者 在面对一个自然材料 一个难以驯服的材料 这个也性还蛮重的 就是难以驯服的这个材料 在运用的时候 还是需要更多的巧思 就是 去面对这样一个 这个自然的材料 那 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也是 这个设计的趋务所在 也是更大的挑战 那 两年前我在 已经在实践这个场地呢 参加了另外一个论坛 那这时候邀请的泰国的清邁的 COC的那个金融师 叫Marcus 他就分享他的案例 他其实 他认为主持 你不要对那个 穷人去推广 因为他都已经记得 要摆脱这个 这个符号 应该推给他 他一定不要 所以 他就是做出一个 国际学校 他直接的 直接面对就是欧美 他们很喜欢这样的材料 这个做法的一个 这个 这个市场 对于有戏的价值 的一个 喜好 对于这个 新的形式的创新 都很高的接受度 所以我们 要增压推广足够的话 还是通过 必须 很大比例要透过 这个设计创新 然后在一个 重要的一个 点上面 去展现 那 我们已经看到 这么多国家 像 越南 印尼 他们透过这个 主建筑的往事 来 弯道超车 都在国际间 甚至有比我们更高的 智能性 那 我觉得我们这块 应该是 有很多空障 可以继续努力的 那我补充一下就是说 譬如竹子作为建材的 利用的这个光谱各个面向 那 那我们在就是2012年农国做这个竹建筑的时候 其实也有一些朋友 就是比较重视文化资产的朋友 就非常的抗拒或者生气 他说 你怎么可以在竹子上面用金属呢 就是他觉得说 应该要传承这个 竹的 就是传统的记忆这样子 然后 就是 用上金属 就是 有一点 就是让他觉得伤心这样子 那 那时候我们想的是说 竹子之所以 不被人使用 那其中一个因素就是 过去的方式是太费工了 就是那种用绑扎啦 那或者是说 他是 难以用 现代的 结构计算去 就是他有 就是 那个 那个 品质不一定 就是 手法不同 还难以去计算 还有就是这个 力学就是 其实他的效益 发挥不出来 所以我们选择了一个就是 就是说 他是 比较 比较就是 中等技术 中等技术 就是说 还是使用圆竹 然后 去想办法 把这个街头 做的就是 可以 稍微的标准化 然后 某种程度的量化 让他的造价先 降低 他可以做到 大概现在就跟刚购 就同类型的 差不多 比目够便宜 就是我们想要 把他的定位 定在就是说 就是比较普罗可以接受的程度 那当然 就是 我觉得说 其实在 比较传统的工法的面向 其实也有人努力 那当然就更小众了啦 譬如说我的学妹 林雅英 建筑师 她其实是 用比较多的这种传统工法 绑扎等等这样子 还是继续努力 那我也蛮希望说有机会 这个部分就变成是 就是学校的教学的一部分 他是 更自然的建筑 其实 他是 更 应该讲 更 废工 然后也难度更高 更需要传承的 但是 这毕竟是我们 过去 大家文化的脉络和 经验也是需要传承 这是另外的一块 那在光谱的另外一边就是说 其实我们使用 木材做设计的时候 早就已经变成是工业材了啦 就是说 它已经是变成 就是 甚至是集成材 然后用 就是 大的断面 然后去做设计这样子 那组织当然也可以这样做啦 那 台湾也有 这个厂商也想要朝这方面去做 那 可是这样做成集成材以后 可以想见嘛 它加工度更高 其实它的 成本其实比木头又高出 更多更多更多 然后使得它在市场上 变成是 可行性又更低这样子 那所以 在光谱上的这个各个面向 其实都是 应该是去被 鼓励然后去尝试 那但是我们是选择一个 就是说 就是 一个 使用自然材 可是我们用那个 就是中等技术 来做这件事情 可以补充这样说明 那另外一个点就是说 说到就是说 怎么样就是 让这个材料能够更普遍使用 然后降低成本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点要努力 就是说 其实 这个材料 现在的使用 其实是 好像是 各自努力啦 也就是说 譬如说我们竹工坊里面的竹材 其实有蛮多的废料 就是竹头不能用 竹尾也不用 然后 就是 为了要去化这些材料 还要花成本 可是 就是 这样是一个很不循环经济的一种 一种现象嘛 那 也可以显示说 其实 在产业的断层 各方面 串联不起来的时候 其实 让这个 力道更弱 然后让这个 就是 事情是更难推展的 那如果 有 理想中 其实它是 需要更全面的去 就是 去进展嘛 那 林务局也 好像也在 做这个 材料的 分级处理 就是 简单讲就是说 竹子踩下来的各个部分 其实 可以到各个 运用 然后 甚至最后 废料也可以做成生殖能 那可以让整个的利用度 提高 那 效益提高 这样子 那虽然我们只是 建筑方面的专业 那 如果 这些 各个面向 其实是 无法打通的话 其实 单方面的推展 也是有相当的困难 那 那当然反过来说 如果可以串联起来 其实这个 整体大家是会一起提升的